为了要让新北市的路灯更有智慧 新北市公务局今年开始针对部分地区 假装智慧路灯 养工处就表示智慧路灯有电子资讯看板 上头可以显示许多天气还有空气品质监测 并且还能够控制路灯明亮 新北市境内原本有23万盏传统路灯 每年需要消耗2.9亿度电 相当于8万户家庭每年的用电量 损坏率也相当高 而为了要让新北市境内的路灯更有智慧 新北市公务局今年开始针对部分地区 加装智慧路灯 而养工处表示智慧路灯有电子资讯看板 上头可以显示许多天气还有空气品质监测 并且还可以控制路灯的明亮度 另外有加装了一站智慧路灯 那智能路灯的部分是 它可以监控本身的一个电流的状态 如果遇有故障情形它会自动飞放 那也可以借由后端去控制它的明亮度 或者是它起立的一个状态 那智慧路灯是它有电子看板 那还有微气向站还有睡觉 那可以控可以监控灯感 附近的一个亡情状态 如像那个威力PM2.5的这个部分 那可以去做监控 养工处表示智慧路灯是可以随时回传路灯状况 若有故障可以马上派人检修 而资讯看板还可以显示空气品质 气温资讯 对此不少附近居民都认为这样子的设施 也是代表一个城市进步的象征 让民众更方便 养工处表示智能路灯有辐射监视镜头 能够随时监控附近道路的车流状况 也可以藉由远端控制 让路灯更加节省能源 而电子看板附加的功能 更能够让市民随时掌握各种资讯 便明又简单 记者许端一 带出社长报道